所以前面如果你有漏掉的話第1第2第3第4反正第9 再來最後一次 一樣會把它放上去 所以回去的話假如說 前面的課程有一些遺漏的你回去再把它看過了 然後反正課程結束之後你也不要回到家之後就開始看電視或幹嘛 你就 就看影片吧OK也是 至少我覺得 就比較不然一直電視有時候打開都新聞新聞每次都是那些 感覺 重複性還蠻高的也發生的事情都 都差不多 那你就看一下影片然後呢再把那個 一些題目給做做是試著做做看另外的話有一些題目如果 翻譯檔沒有講到的話雲端上也有 幾乎都有對應的答案你可以再參考一下 那上個禮拜的部分的話我們從第1次到第9次第9次的話上禮拜主要 講了幾個比較重要的函數像V函數這個應該重要性 在Excel裡面應該是數一數二的 如果你V函數 第1個一定要會 OK 不過好像還是有人不會 第2個一定要很熟 你不是會之外 你還要 知道說這個 這個東西裡面呢 總共會有4個 參數你要給4個 答案另外的話如果你要向下填滿的話你可以配個raw 向下是raw 向右的話是column 他會自動加1 因為lea的話向下就加1 column的話向右是也向右加1 OK 其他的話還有像 除了說 那個 剛剛講的這兩個函數之外 另外還有蠻重要的index函數 一般他會配合那個match OK match函數 那主要index他就是三個東西三個三個參數 第1個範圍 第2個哪一欄 哪一欄 哪一欄 就是一個位置 那有的時候我不知道哪一欄 你可以配合match match的話幫你找到 某個範圍 他會用尋找的方式幫你找到 那你可以把match的列 再把它貼到那個index裡面 就可以完成我們要找資料的這個目的 特別注意 index 配合match這個兩個函數 搭配 如果你不熟的話我建議你可以找類似相關的 練習題 我最早要講你們上課有一本書 那本書裡面也都有 所以回去的話你可以 翻一翻那一本468招 因為他有468個範例 那也有解答了 所以回去的話如果假設你對index不熟 請你找一下 裡面的 練習題 也許你可以試做做看 match的話裡面也有 OK 再來就是改寫為VBA 那其實有的時候 其實有些同學學到VBA已經很熟練之後 他發現 乾脆就直接寫VBA就好 因為很多時候你 你不知道哪一個函數可以做到哪些效果 乾脆直接 寫VBA也可以直接完成 那 其他的話就是說用事件驅動 當某一個儲存格 比如下拉清單那個儲存格 他改變的話 他自動幫我去 做查詢的動作 因為本來要按按鈕 但如果你不希望按按鈕的話 那你可以用那個工作表裡面的 Change事件 裡面去做觸發 再來就九走傳發表 最後有一個那個配股數量表那個部分 最後有VBA輸出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就 接著再來看那個 我們的 範例檔裡面 檢視與參照部分 那我上禮拜有提過了 像這一題 人事資料 這一題 那當然這個部分的話 怎麼做 你會發現 如果這一題 用VRO函數 是做不出來的 那所以 如果你做不出來的話 那怎麼辦 OK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打開這一題 325 那 左邊的部分呢 就是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左邊部分 右邊的是我要呈現的結果 那當然未來可能會分在不同工作表 只是說未來我們要練習的時候 那比較方便 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 另外的話還有一點就是325這個數字 其實就是那個468招那一本裡面的 325個範例 OK所以其實我是截錄那裡面 我覺得他 題目設計的還不錯 但是呢 我是覺得他那個書裡面有一些不足 比如說他沒有寫 沒有用 VBA 他全部都是用函數 所以有些東西的話呢 假如說 用 函數數 真的太複雜 或者做不出來 你乾脆寫VBA算了 所以這一題也許請各位先試一下 如果我用內建函數的話 第一個請你把它做出這樣的結果 那因為這個是示意圖 裡面沒有公司 主要就是你把它刪掉 那我需要的東西在這裡 那我要的東西是 這個冒號後面的東西 幫我放在這裡 入職時間 姓名放這裡 所以這個是放在這裡 然後呢 公號放在這邊 H類推 所以也就是說呢 他這個 信息 這一個欄 裡面呢 每四 比 就 縱向的 變成橫向的 第一個需求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前面的什麼呢 欄名 加冒號 給 去除掉 那當然呢 這邊 如果你不會 你就突發量鋼 那突發量鋼 不得了了 如果你 公司員工 假如是 破萬的 大公司 那你每天光做些事情你就不用做其他的事情了 那當然不合理啊 這種東西 應該就是要 想更快的方法 那最好是 用VBA啦 有沒有 最好VBA按下去 自動就完成了 OK 可是這個東西要怎麼寫 如果你不會VBA 你先不用想VBA 不要難嘛 你就先想 函數裡面有什麼方法 可以幫我完成這件事情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先把資料搬過來 第2階段再去想說怎麼樣把前面東西去掉 OK 當然就不是突發鏈鋼 裡面 可以有對應的函數 第一個 也許你可以想到什麼方法 第一個當然插入函數 我們 可以用那個解釋與參照裡面 當然你可以用什麼index 那這個index 前面講過 你用V多函數 絕對是不行 沒有辦法 所以你不要試了 因為V多函數一定要是 表格式 table OK 很多欄 一定查第一欄 那這個只有一欄 沒辦法 如果你用V多函數 調資料的話 可能 沒辦法符合 那我們用index 那如果index的話 他需要有一個 第一個是array 範圍的話 就底下這個範圍 所以我可以選這個 Ctrl-Shift向下 OK 整個Ctrl-Shift向下 整個把它選起來 B2到B33 第二個的話 跟他講說哪一列 哪一列 這個的話是 指的這個 哪一列指的是這個範圍的哪一列 這個範圍的哪一欄 OK 所以 基本上我要的一定是這一個範圍裡面的第1列 另外的話第1欄 你會把入職時間就把我資料調過來 再來的話你會發現第2個的話他基本上 他跟那個前面的公式差別只有在 這個數字 所以呢哪一列呢 如果說你假設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做的話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過來 然後貼到這邊來之後的話 其實你只要把這個 改一下 其實基本上 他只要改什麼地方 這個地方貼上之後 其實只要改那個 這個應該 取得哪一列 哪一個哪一列呢 如果你要姓名的話 那就是變成這個範圍的第幾列呢 第2列嘛 對不對 第2列的話就姓名 按確定 姓名是不是帶過來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 一樣 這個1 這個2 這個3 4 5 6 7 8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可以先 產生一個 12345678的這樣子一個 值出來 然後把這個值 放到這個列裡面的話 那基本上也可以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基本上 可能 你第1個 要怎麼把12345678這個表格 總共有32個人 1到32的這個表格 先產生 產生完之後呢 再用index 把資料帶過來 這一題就完工了 OK 另外的話就是那個 哪一籃 因為他抓一定是抓這個範圍的 第一 因為只有一籃嘛 所以這個籃數不會變 範圍也不會變 會變的是這個 這個數字 OK 請各位 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辦法 先把那個 一個表格 1到32 產生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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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